一寸土一面目 一花一树一堂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叔叔 你干嘛呢 我刚刚去你家 你爷爷说你没在家 说你在下边 我就下来了 你吃饭了吗叔叔 没吃 没吃的话干我找了笋子 你今天来的挺早的 那我给你做这个笋子炒大肉 算了 今天就不在你家吃饭去了 为什么呢 每一次过来都给我做好吃 今天这样 你叔叔带你去城里 是点好吃的 城里我回去 好浪费钱啊 我的胃就这么小一点 你去城市吃饭的话 我也吃不了多 还想费 你走吧今天 把你爷爷带上 爷爷呀 我爷爷的话 他晕车很厉害的 他坐三轮车 摩托车都要晕很久的 真的 好这样姐 走吧 待会咱们俩去吃 吃了给你爷爷打包回来 走吧走吧 甚至下次来吃 来齐恋 你看一下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你也点吧 叔叔 我不知道你也哪行 你就看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你就点个话 然后你想点啥 你就在他后边抬个路 别怕 哥哥 就是这么行 你怎么就点两个菜啊 一个安全的 这个方便便 齐恋 我是让你来吃火锅的 不是叔叔 我点多了 我怕浪费 然后我平时也喜欢吃泡牛 就是两个差不多了 哇 你可以 这五个年啊 为什么 所有意思在吃火锅 还多平 来来这里 随便点 够了够了来 哇 姐 这个虾好大呀 真的好大呀 我也最喜欢吃虾了 你也最喜欢吃虾了 对啊 啊 那那就 对 嗯 我以为你是给我吃的虾了 我想多了 不然好吃 你也喜欢吃虾了 你的 里面在这儿呢 哇 来来来 吃个小孩 你也吃呀 多吃点 都堆满了 我都感觉你不好意思加菜 这个好吃吗 好吃 有个比方妹妹好吗 嗯 呵呵 多吃你 叔叔我吃饱了 吃饱了吗你 我吃不下了 我都吃吃了 这样吧 叔叔 认识这么久了 你都送了我好多好多东西了呀 我都从来没有送过你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叔母的女 我给你买一件 我没 不用了 今天不行 你都没啥钱 你还用我的衣服 走啊 怎么去挂一下 叔叔这一件好看吗 挺好看的 我从来都没穿过你们衣族的服装 那你觉得这一件怎么样 我还是喜欢这一件 这一件 那这一件应该你穿着 是吗 OK 叔叔就这件 你穿着挺帅的 就这件吧 好 那这件咯 嗯 好 这边应该是一个遗族新的服装 都好进去 哎 怎么也得放上去 今天看着应该会更漂亮 叔叔 走吧 好 走走 谢谢了明天 爸爸走 今天 嗯 我想上个厕所 好 今天 嗯 今天给叔叔我买了一件遗族衣服 啊 第一次收到女孩子送的衣服 对 要不我们从一个奉行的比起好一点的衣服 我想去那里和你拍一些和尚 有个纪念 可以吧 可以啊 走吧 走吧 嗯 等到我今天 这么大了 到了吗 对啊 你把这件衣服 这个你好久买的呀 这个衣套还蛮贵的 我刚才不是上厕所去了吗 然后你先先不是给叔叔买了这件衣服 那老板拿着我 嗯 今天搞活了 怎么可能哪有这么好的事 这个衣套 要花很多的 真的 你先换了嘛 今天你别换那么多了 然后你换上叔叔给你拍他回 好吧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 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欢呼声人飘在空气里 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 我 渐渐失去知觉 就当作是种子 我逃避 你 飞到天的边缘 我也不再落在河堤 我逃避 你 我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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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